为了让西梦瑶以后都遇不到送花比她还酷的人 在爱的时差中和尤军选择了今天一月 而这虽然让不少网友隔着屏幕都忍不住少女心碰碰 大呼好像拍偶像剧 但同时他们也忍不住认同蔡康勇那句点评 可能和尤军这招并不是第一次使用 实际上有颜值有智商还有钱的何尤军 自17岁情斗初开后风流运势是一点都不少的 当然这在自古多情的豪门圈中并不算什么新鲜事 毕竟期望以嫁人改变一生的女人不计其数 而她的父亲赌王和鸿燊更是相继娶了四任妻子 那么豪门就一定多情吗 那自然是否定的 刘鸾雄的长子刘明伟 郭晶晶的丈夫霍启刚 出身显赫的他们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豪门也有一世一双人 只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罢了 霍启刚 刘明伟 并非是小编今天笔下的主人公 就不多附数他们各自的爱情故事了 而何鸿燊 何游君所在的何家 其实也有个痴情的 利类 他就是何游龙 光听名字 想必已经有不少人猜出来了 没错 何游龙是何游君同父异母的兄弟 其生母是何鸿燊的二泰兰穷英 而他也是二房唯一的儿子 敲下黑板 这个点很重要 下面会有提及 在长相上来说 何游龙与弟弟何游君 父亲何鸿燊年轻时的样子相比略逊一筹 发际线也是往后靠早了一些 但在能力上他却丝毫不输 何游龙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科学院 还持有苏格兰爱丁堡纳皮尔大学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 但实际上他文理双修 早就拿了文学士学位 而作为赌王儿子的何游龙 虽然出身决定了他必然要回去继承家业 哪怕只是一部分 但他进入家族企业前 还是单打独斗了一番 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2001年 被召回的何游龙接手了其父名下新豪国际 然而别看何鸿燊好像很大方似的 直接给了儿子一家公司 但实际上这家公司名下员工只有不到10人 更是连续4年亏损 然而不过三年 在何游龙手上被彻底改革了的新豪国际就成功逆袭 还获得39%盈利增长 而这不仅何游龙一战成名 成功得到父亲以及家族长辈的认可 这之后 新豪国际被何鸿燊正式过户到何游龙名下 而如今这家公司也早已在他的运作下 横跨美食 金融 娱乐 休闲购物等多个领域 更是让以34亿美元身家成为2014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的第12位 除却事业成功外 何游龙的感情也是为人津津乐道 他的妻子是香港某知名饮品的太子女 罗秀英 但两人是彼此的初恋 在何游龙16岁那年确定关系 爱情长跑7年后举行了婚礼 然而结婚至今18年的两人 除却生活中多了一个女儿外 依旧像恋爱时那般甜蜜恩爱 更是从未传出什么不好的消息 可惜何家注重传承 何鸿燊也讲究多子多福 因此只生了个女儿就多年无所出的罗秀英不仅不得他欢心 更曾被他暗示不够 贤惠 而据港媒报道 为此一向听话的何游龙竟然顶撞了父亲 还放话妻女都是他的长中宝 即便没儿子他也无所谓 至于何游龙的妈妈蓝琼英 虽然也迫切希望罗秀英能生个孙子 巩固他们这一房在何家的地位 但不知何游龙对他说了什么 他虽然着急却从未催促过罗秀英 对于孙女也是十分的疼爱 诚然 何游君颜值 人设 甚至是有趣的性格都容易令人心动 但看看哥哥何游龙 莫名觉得这样的男人 即便没有赌王儿子的标签 就冲他爱老婆这种态度好像更适合当老公呢 不是吗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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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